汽车大厂玉龙集团召开股东会 董事长严凯泰表示 今年台湾车市渴望维持去年的42万台的水准 另外提到近来红拔店的表现 和王水红交情不错的严凯泰表示支持跟鼓励 玉龙集团董事长严凯泰股东会表示 2015将延续成长 两岸销售目标28万辆 烂售日元欧元贬值加急 加上中国新车销售量连两个月缩减 为近三年半首建 股民提议潮趋势发展 研发20万的小型车 20万的车要看它的配备 看你怎么做出来 我想因为一分钱一分货 大陆也有20万的车 不过大家可以看一看 它那个内容是长得怎么样 玉龙专注本业 七家各品牌去年总销售台数 63,399台 股东会发放现金股利0.7元 并宣布新店土地开发案 已经和成品生活 威秀影城签订合作印象书 预计2020年底开幕 集团新规划 加上喜货林儿的颜凯泰 股民大力支持 多生几个承接事业 也提起洪达电 这一个热门话题 这个HTC啊 最近正是在低迷痛苦的时候 你这时候伸出援手 全球瞩目 您这个精辟的这个见解 我牢记在心 好吧 谢谢 那么我对于HTC 我非常有信心 每一家公司都有祈福 希望大家给这个中华民国的品牌 台湾的品牌 多一些鼓励和支持 羽王雪红四交顺度 颜凯泰还采购HTC产品 犒赏员工 今天在开发玉龙新店旧厂区 硬是割让一块精华土地 给宏达电盖研发总部大楼 如今宏达电落难 颜凯泰在公开场合鼓励 后续动作备受瞩目 新唐人亚太电视 胡宗汉李晶晶 台湾新北市报道